面对京东的中单选手 首先他是一名比较出色的选手 然后又打了很久了 也算是全辈 然后跟他对线 一定要小心不被他击杀 我觉得我们队伍要 更加的严谨一点吧 然后更加的有默契一点吧 这样子就应该有机会拿下 我感觉 这样一场对着阿姨的话 我觉得阿姨下入组 是属于比较那种激进的 就是我们尽量不要出现太多变数 连胜都输给放Plus的话 就是整体思路有问题吧 然后队员发挥的也一般 所以就输了 然后就也让我们意识到 就是还是有很多不足吧 然后会慢慢调整 拌掉牙膏的延续 还有一个英雄 就是京东 非常喜欢用的狐猎 现在其实也在外面 外面放了好多英雄 阿姨是有先抢狐狸的说法的 但是看这把有没有猴子 练了他摁掉了 那就是猴子要不要 对 现在给你猴子 与之交换的可能就是佛耶哥加狐狸 或者是另外的打野配一个狐狸 要不直接拿狐狸 我觉得直接拿狐狸是最优解 因为佛耶哥猴子你总算有一个 怎么抓阿姨 现在还在思考 卡丽斯塔 其实这个英雄最近后普练了很多 我认为后普之前卡丽斯塔用的不是特别多 他之前都是什么伊贼之类的 我觉得猴子 对啊猴子 那这 这本来一手 狐狸 狐狸没什么问题 你要想牙膏拿了十场 他居然能拿到十场 而且还赢了八场 是胜率很高 这是他的第十一场狐狸 看下会不会是第九胜 要不就狐狸加卡丽斯塔 对 一起选了 拿完卡丽斯塔的时候 第三手再拿佛耶哥 这样后面的话 还有很多服务可以选 或者第三手拿个盲僧 我觉得也可以 对 盲僧嘛 卡丽威盲僧 其实打得挺好的 就是难赢 而且这把好像又有波比的空间 先看一下阿姨的这种选择 因为对面有个猴子 看下阿姨怎么说这手 实在不行 卢娜吧 怎么说 就下手冲一下 卢娜嘛 其实现在卢娜也没有那么好用 在没有练娜塔的情况下 给厄弗六四配个什么 要不先拿其他位置吧 把Strive的英雄拿了 现在其实还有飞机 嗯 可以考虑拿飞机 因为Strive第二轮 感觉是很难拿到飞机的 但是拿飞机的话 这个好拖啊 前三手拿的 节奏好慢 贾克斯 我有块宝直接选 练了很多最近 蓝色房先抢贾克斯 我其实见过以前阿兵先抢 嗯 有极度的自信 对 369这么说 现在也没有船长来哪 9桶来了 数三数六的好久 啊 这个英雄是有摇摆性质的 因为MISSING也用 MISSING之前是用过一次 但这把还有阿姆姆在外面 对 先不着急 对 右边是可以摇的 京东这边可以针对一下中单位置 冰女要不要摁一下 也可以摁冰女 而且最近Stripe打牌挺多的 是 咋说 这边先把牌给摁了 而这边 抢地鲁 要不要搬 如果不搬MISSING的话 可能觉得这个9桶是走辅助的 你知道这辅助 不知道这手9桶摇摆太难受了 看这手阿姆姆 现在确实阿姆姆和卡丽斯塔线上很厉害 而且打小龙团还太厉害了 这个组合 佛耶哥 他要先针对下打野位 因为现在已经抢了 最热门最时髦的一个猴子 而且胜率又高 佛耶哥给你半角 那看卡纳威拿什么了 其实卡纳威拿盲森是没问题的 对 就从阵容上来讲肯定是没问题的 就可能他的偏好 对盲森来说没有那么高 搬兵女 我忽然想了一下 他搬完兵女 我想了一下 这个阵容好像有胃的说法 胃好像真还可以 对 可以不急着出 可以先看一眼 看对面最后一手搬什么 金钟其实我觉得在最后 在这个位置可以先出一个打野 然后最后让这个9桶摇摆 让三六嘴再想一下 而在这里搬了虚空女王 男枪 位 其实位真的是最优解 卡纳威盲森玩得真不错 但就是胜率敌 那怎么办嘛 拿出来不好赢 要相信这个概率学 哦 海尔盲森 真来 证明一下证明一下 确实这个这种打个盲森很好啊 对啊 前期也有节奏 腰击打狐狸吗 经典对峡 主要要加强点中野的对抗 现在中野对抗不能拿发英雄好像太弱了 那我觉得最后这个时候好像就是什么泰坦之类的了 泰坦 洛 实在不行来个塔姆 塔姆好像也行 因为现在已经有开团了 洛 洛是预言家这个赛季用的最多的英雄 他用的比较熟 而且这个英雄上的开团是有容错率的 是 他有点算手动卡丽丝塔的那个大招 就上去开完 然后有兄弟可以接一下 好 能回来 青骨长双也是英雄联盟里面为数不多的 这种双段位移啊 回队友旁边 机器人 阿木 我觉得木木好呀 来试一下 阿木木确实可以 也开始给大家说过了 就是Hope 因为此前练的 用的最多的英雄是EZ 再往后扼飞流斯 金克斯 他的复仇之毛之前 就是一胜一副 用的不是特别多 但他最近转可一直在练 而且配合他的卡丽丝塔 辅助Misin 也有练很多开团亲的英雄 包括阿木就在其中之一 对 这场阵容选定下来 我个人认为 其实我是看好京东的一个前妻的 而京东前妻 这个京东心确实够强 再加上上路369 九桶也能自己玩 Cube 其实我真觉得 贾克斯打九桶这个对线 没啥说法 很容易被油的 就跟贾克斯 你跳上来 你看反镜峰峰跳上来的时候 以前有青钢你一个踢 踢完之后把你踢 然后直接走开 九桶就是一个肚踢撞完 然后往后溜 对 是吧 京东又是拿到了一套 前期很好去累计 也去资源的阵容 就是对京东来说 其实他们的任务 跟上把的RA一样 因为阵容很相近 就是我把小龙多控几条 先锋其实可以放 而在另一边来说的话 这一把 我们看一下整个RA的阵容 它的阵容里面 有包括现在版本 胜率最高的打野猴子 然后还有就是上单方面 这边它是选到了贾克斯 因为Cube它先选 它肯定很自信 而下路方面 欧菲流斯 这也是 就怎么说的 埃贵非常 有信心的一个后期大盒 我觉得就在阵容方面 整体左边RA拿的阵容 是非常自信 它阵容非常自信 就是它自己 每个英雄都用的比较熟 而且胜率也都不低 但是在另一边来说的话 京东 它阵容很符合版本 而且就是自己也都是练出来的一些英雄 但打野方面 就是我们还是说的 不要这个点 一直不要他来说的 就是卡达韦一直用 效果一直很好 但是一直赢不了 好 就这把来看一看 这个盲森拿出来以后能不能赢 还有就是我们赛区 确实对像萨勒芬尼 或者什么辅助寒冰这种 没什么需求 就选的太少了 而且你选萨勒芬尼 在下路走AD位 或者说你配塞纳 你这个是一定会被阅他的 对 主要就是赛区风格完全不一样 就别的赛区能发育个二三十分钟 不打架 但是我们不行 我们赛区真的下路卷的爆棚 大家都是拼着限杀去的 来进入比赛 蓝色方R红色方 北京JD金特尔 伊斯拉开 牙膏这边是带了 要抢线的一个小兵去制器 其实小兵去制器 还有一点是为了去制前后排兵 这样让自己一个Q 能够把小兵给直接清掉 可以加伤害 这把369选的是一个消耗的彗星 彗星桶就是线上玩的开心 而且桶子这个英雄确实 中期的时候伤害挺高的 嗯 Shrow上来插了个眼 那看到你在上面去做了视野 现在也知道了 这两边阵容来说 就看中期谁打得更好一些 而且这把Stripe是带了个点火的 要提高一下前期中野的对抗性 369 隔草相望 QB应该 应该是先出来吧 369无所谓啊 反正一级他就是文士经验就行 不被反击风格赶出去就可以 就是他可以一个Q 把三个近战兵都吃了 嗯 QQ过来 A一下 再反手再Q一下 哎 哇这套换血很成功 双Q 原家要先开始喝自己第一瓶血了感觉 只要保个血量 那现在洛在对线来说的话 Q技能的治疗量是得到了一个提升的 所以现在很多时候洛对线会主Q 因为W其实无论你怎么加 他CD还是很长 对 不如加点治疗量 Missing一直站在前草 没办法 现在Iboy可不能被勾到 他要是被绑到的话 那可就不太妙了 Q前面推荐自己 其实是有一定漏刀的 369倒是很稳 反击风暴还交过 这个线很要命 这个线必须得往里面送才行 Q不现在连插引的机会都没有 来到三级 但现在主要是二级Q Q都还挂到了 担机板 你们有反击风暴的 摸眼直接来 Q再减速一下 A A出了征服者 但是 不够了 有多兰盾 加上磕药 回上来了 对 乐阳赶紧过去反野 这一把就可以赚到了 下半野区直接爽吃 但上路这个线好难受啊 我感觉卡那位 有点像二十三次 再来一次 大会儿 因为他下半区没东西吃了 有点 是 这回家稍微补一补 只能吃上半河线 但这样一来的话 369压力小很多很多 而且快保 现在不怎么敢推这个线 关于又来怎么办 对 这波线塔 送进塔 但是 这波是肯定会被卡线的 他现在血量又很尴尬 怎么办 看到了 那看到卡纳位的话 现在 对于上单来说 可以放下心 直接开城 撑掉 下面兄弟还帮忙看了一下 369一顶 直接顶开 这是前面说到的 你反击锋往后一开起来 我直接一顶往后走就行 是 我乐时光 再喝酒来一下 就要开始了 拿肉身继续卡线 Q不得回了 因为这个线会被一直卡住 他状态会一直不好 现在盲森刷上来 他倒是肯定又要遭中 又来 你不回我也不回 还是想把线推进去再走 主要他现在回要亏好多兵 他就算有TP 但是毕竟不能踢兵线上 右脚反击风暴 现在猴子要过来帮帮解围一下了 369往前顶一下 小单杀 但是差一点点 他知道自己应该是走不掉了 369你想要干什么 他想要去哪里 他哪怕交散过墙 也没有什么效果 因为对面会跟闪 那也拿到这个一旋 卡线最终把自己卡住 而且忠言也在对抗 帮忙抬一下 这波辅助过来 就一下strive 369没忍住啊 其实快吧 我感觉一直是想 就是骗369上来 他站在冰堆里面 等369上来消耗他 顺便把冰给清了 但九宝忍得住 一直没出手 但忽然伤害就是差这么一点点 369没忍住 这一波是被乐言拿到了一血 那另一边 卡纳伟其实过得也不好受 因为第一波帮了上路 现在上路还死了一次 再加上现在只有21刀 他也许没有东西刷的 乐园在野区规划方面 真的是顶级 是的 38刀 也吃了对面的一个 魔爪娃娃 然后再加蓝buff 然后河蟹也是空了的 这样这把猴子倒溜会非常的快 现在每条路都是一个 稳步发育的状态 而对于京东来说的话 低条小龙其实很重要 再往下靠 狐狸在下来的路上 盲森也在来 而这边反应过来了 直接走 对 甲膏也算是吃一下 吃个果盘 但上路369你别说压制力还是有一点的 他感觉很懂这个队线 甲克斯也是369 从18年19年开始登上 就是登上职业赛场之后的一个招牌英雄 Cube确实也受不了了 第一件是直接买了一个小摩康抖 找这个对线有点没办法 就是只能看着九总耗自己 然后跳上去他一个一撞一下就走了 再给一个核道事业 369现在已经到达六级 他不是特别怕 猴子上来直接把人炸走就行 安心排核道也 这把快宝得先做个吸血鬼结账 线上得有点回复才行 不然这对线玩得太不舒服了 其实按照甲克斯的出装来说的话 他的这套里面应该是有待知恳默认的 或者出个破败嘛 对 乐岩交城 承接刀升级 控制合线 现在又要入侵一下 卡纳卫现在还在吃F6 F6全部吃完了 他红buff怎么办呢 红buff马上要刷新了 已经刷新 现在卡纳卫 现在是有一个惩戒的 乐岩的位置好像是没有被卡纳卫看到的 乐岩是贴着墙进去的 但是乐岩现在也不敢先动 他对面先动才行 那现在卡纳卫往下拉 正好逃跑也好逃一些 但是如果不知道小乐岩在 这个红有可能会被抢来了 但是乐岩是没有逞的 乐岩是没逞 他要把人赶走才行 但是红回血了 怎么办 现在摸了一下队友 直接去下半去继续刷野了 这乐岩的野区规划呀 他现在刷完这个之后 石头人也可以吃 他要不吃石头人 自己加还有三组上半去 卡纳卫直接过来动龙了 脏活累活 现在没办法 再反而去跟对面对刷的话 已经刷不过了 只能现在开始做事情 没办法 他实在太准对了 然后先锋现在马上要刷新 猴子也可以直接动 这把乐岩的节奏前期非常完美 这把对于乐岩来说 真的稳住就行 上一局就是在十几分钟出的事 卡纳卫 趁着现在 排个眼到达六级 现在其实红巴斧他是可以吃的 但是stripe赶紧过来 守护一下 现在大哥 在上半去 干脏活累活 打先锋 这下半去给大家守护住 而且现在乐岩的野区还是满的呀 一路刷下来的话 这个补刀会越差越多 对一路刷下来到时候又拔屎刀 回家就直接成分了 嗯 看一下这条先锋怎么去利用 如果放钟的话就是想加快一下节奏 然后把第二条先锋也控下来 早点把钟塔破了 其实下路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好放了 对 感觉撞狐狸塔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或者说就硬仰这个贾克斯 嗯 硬仰也可以 因为右边还是那个问题 就没人担待 对吧 右边这个阵容 中上担待都不厉害 BC是有六的 要动手吗 冤家直接一人走 但是伤害还是挺高的呀 嗯 密森特意等到最后一下 在于这个炮车 确定这些一波 确认这不是一波缓推线 大家可能不知道自己这里其实是有一个眼位的 自己得小心了 就得假装回 是他这有扫描 但他只是不想扫而已 对 而且他这个局是在里面独独回扯 他也不会真的迷 装一下 对 下半区想爆乐岩 乐岩有闪现 有大招 机会已经空掉了 清了个甲猴 问题不大 问题不大 其实这波我感觉 RA有一点点想要打 但是第一是清灰宁空了 第二是预言架没有到达6 嗯 这就来中路了 呃 酒捅在边上 但是除非 Scribe特别上头 一闪 接大 交闪现 反应很快 反应很快 先来帮了一下 那这样一来的话 牙膏自己的压力是小了一些 乐岩回家 建立81刀了 野区规划非常好 81刀回家神分 十分钟神分的猴子 打个蓝霸 哎呀 这把乐岩截斗是真好 对 还带个先锋 甲克斯 带着辅助来 要来波上路 要大小先解围 直到踢走 踢到三条桃 再顶一下 又晕一下 大招定住 定在原地 有闪现的 有闪现过去 但是又是被拉到了 人头是谁的 人头是369的 猴子这边得溜溜 又清了个甲猴 我迷信的游走非常关键 如果他没有这个大招的话 说不定 快把跑得更快一点 但凡少一段控制都杀不了 乐岩中路帮忙推个线 咱现在不太好放先锋 哎又拉到了 没获到 帅这里有一点点失误 没闪的帅不是 第二段又命中了 帅我怎么办 远迪召唤收回去 人还没死 哦呦 missing 哎呀 这两个Q 这两个Q 价值千金啊 来波 虽然吃肚层啊 但是乐佛兰前几死一次 是挺难受的 而且真的就是 两波连环戒 第一波是九筒一闪 第二波就是 missing他两个Q全中了 找他上半区才抓完一波 然后中路又唠叨吃的了 咋回事 呃 崩 哇 他直接还是预判回去的地方 是的 直接找到回去的地方 来 分身 哇 他直接是盲Q的 然后再Q了个 常在隐身状态的一个乐佛兰 对 乐佛兰的这个隐身状态 可是非常厉害的 地图上是不显现的 是 下落后慢慢补 先锋直接放下来 因为F1开始已经吃了两层 所以现在 这个塔是有去可以吹的 但是 无力TP来保 遭遇强烈抵抗 进攻时 直接让中单叫了TP过来一起守 但高子哥是没有大招的 missing也没有大招 对 就是让乐炎单吃这个肚层 就不给其他人分 这missing可得小心一点 他没有大招 没有闪现 而且hope也没有大 收不回来 不过RA现在还是转 他起码拿了先锋 而且下落这个塔就一点选 随时都有机会可以推掉 乐炎吃也没啥问题 就猴子这英雄 肥是能C的 对R来说 这条小龙 他们得过来接一下 快玩 好难受 再顶一下 上路玩得非常不舒服 疼 又被抓了几波 欢乐时光就要开始了 再顶一下 很无奈 对 这就是酒桶的无赖之处 再喝一口 Q 反正就是一直消耗 你上来 反击风暴 我就直接给你挺走 想要动一下预言家 他的大兵被打断了 而且Q了 第一段 溜掉了 但是这匹又控了一下strile strile我还好解得比较快 乐炎被Q到 在这个位置 杀个猴子 有大招有闪现的猴子 几书是不太可能的 删鸾耸力 这把刷的是一个土龙魂 missing这个小阿梦玩是真好 是的 这QQ太准了 他有很多预判 刚才预言家也是在 盛当登场的空中被拉下来 他找到落点的位置 空中拦截 直接被盖帽 上半区域来对拼 369有大的 而且有闪现在 但是strile过来了 369反身一一下 手上有闪 交闪夺彩 strile看后圈有技能吧 大招 反而逼退了 保护自己的大招 那个位置是不敢吃的 现在strile也不敢走 红buff驱回 现在是直接在 好多回程了 这样一来的话 中路推完一波兵线 牙膏也是来补下 上半区域的线 而且这个眼 凯南卫是没有发现 这个眼我记得是很早之前 这个眼过来插的 对 就是上一波 上一个红buff 对 上一个红buff 七八分钟的时候 又是你预言家 但预言家很能跑 他啥技能都有 卡纳威也来了 这个QQ到了 但是有魅惑 开大招魅惑两个人 他啥技能都有 他是按下S 前锋要刷新了 但是这一波先锋刷新的时候 预言家是没有大招的 而阿末木大招马上就好了 雅膏回家掏出了自己的泳霜 直接开始先动 下路甲克斯在 贾克斯这波不想来 Qube应该是说了兄弟 这波真不打 Biss的大招马上就好了 这波Biss还有闪现的 但是九筒也没来 两边上单都没来 都不来 都没TP 上半区就是个单纯的4v4 但是忽然一看九筒没来 Qube想了一想 我要来 不过他后面有违心了一个九筒 369也能走过来 京东也在等自己的上单往正面靠 但是贾克斯的作战能力 现在肯定是不及九筒的 中路先推一波 现在先锋还有三 一半血左右 这边怎么打呢 左边的视野 Biss要先过去站 这两把刀其实有点一般 得稍微切下枪 2000多显得先锋了 怎么说想抢吗 小乐阳就文文扯下来 闪现Qube没Q招人 对京东来说 这波得撤退了 但是背后 能表掉吗 乐阳开出大招 被踢了一脚以后 上一罐子了 而且精灵球 把人收了过去 也没死了 撞进了Qube Qube上时有闪现的 但阿牧一个就Q到了 卡特韦曾伤害 二代Q过去接受了人头 牙膏还在追 预言家帮忙排了一下 自己也没魅惑到 预言家也倒了 有凯旋交出闪现 但是这个死亡转现 爱过爱想怪的 闪过人为了有点尴尬 够不着 反身被Q下 想A一发暴击 但是BC没有死 队中还是死了 实际伤害还是死了 但是这个阿牧这把实在太C了 这个阿牧很耀眼 为了这个先锋 付出了太多太多的代价了 RA前期本来那么大优势 野区都几乎把卡特韦给刷烂了 这现在 这不应该是要说那句话了 乐言你没有自己的野区吗 而且这高子哥几个魅惑很准呀 等会儿回放可以看一下 对 直接倾倒了乐言 这RA 这不会又要痛失好局了吧 这一局太可惜了 这前面这么大优势 但现在 经济和小龙还是处于一个持平的状态 对 而且现在阿牧也很没确实 嗯 闪现Q没Q到 这个时候撤撤撤撤撤 剪完之后 乐言 被魅惑 然后直接连环的控制 369直接大招补伤害了 嗯 哇 Missing就这么一点血 打了好久 阿牧这边一直享受Missing Missing旁边一直Going 有一个撞 黄峰 拿到了人头 被红妈妈给烧死了 对后就急敌血 被红妈妈烧死 没办法 AD治疗已经交过了 嗯 他其实如果不回头发那个Q 也会死 阿牧 但又帅 对 当然也确实帅 这把Missing 从上半区开始 到中路抓一波 我加起来有先锋团 嗯 每一波都在起作用 而且现在369 已经拿到2-1-3的战机 对面拿了一个先锋 只要撞中路 但是 现在RA中路 不好推京东这个塔 中路塔血量还很多的 他应该只是先锋 勾引一下你 让他在中路倾线 这样一来的话 可以占小龙的地形 对 因为小龙马上要杀新了 但是现在 我认为 其实京东想放是可以放的 因为牙膏 在上路二塔 嗯 这上路二塔 其实已经守不住了 这600块不比一条小龙香 这样算是 用一条小龙 换了一个上路的二塔 让高子哥回了一波 牙膏单吃一个600块 有点舒服 而且其实RA为了 这波小龙 是提前布置了很多事业 我们看整个下半区 自己野区 对面野区 全都是事业 嗯 Missing是这把的一加权手 百分百的三团略 下路想要跃九桶啊 九桶身上 我记得好像是有块秒表的 而且有闪有大呀 哦三六九太稳了 真不好动啊 这九桶 哦他没有秒表 但是自己是有闪现的 还是可以跑 中路往前逼近一波线 就一个iBoy iBoy没有闪现 他是不敢向前的 他被炎给看到了 对 打一下詹姆花朵 看到了乐岩 提前预判 乐岩上来 大招定住 因为不错可疼 二代大招跟 对面展现撞墙了 他其实不是撞墙 他应该想贴墙 但是他的W已经用过了 哎呦 这咋整啊 这 这个 但对R来说 这个人头还比较干燥 确实 还有多东西可以拿 但是哎呦 这下路要是拿塔的话 就不干燥了 最伤的就是 小乐岩的闪现没了 对呀 其实他如果是贴墙 是有机会闪走的 但是 就那一瞬之间嘛 他估计有点想贴墙 然后装甲猴 对 就是他想贴墙闪走 因为他甲猴 是当着VC面用的嘛 但距离不够 吓他在吃 那现在就有点湿润呀 那就是能不能 就是现在问题又来了 就是对于R来说 他又得拖 快儿宝的巴育 就让贾克斯单代 去带出点什么来了 你又是预判 全是预判 对 乐岩也是有预判 你上来 小野 我直接大招 嗯 第二个Q又中 铁墙 没法 想了一下 因为他那个位置 确实过不了强的 是的 太远了 而且其实R也最伤的一点是 哎 369被抬到 但是旁边兄弟们也来了 谢谢 其他人也在 又杀某某的Q 但是就把这个大双 把人给炸走了 他下大脚结尾 但是又一个Q 太准了 一闪没有中 这个配合有点乌龙 炎强解开一个大招 就往后流 不说旁边牙膏也来了 兄弟你能走吗 勇双减速一下 又一个Q 又中了 又中了 还有技能吗 W命中了 指向性的Q是吧 但说真的 九宝这波 配合有点失误 对 配合有点小失误 哎 20分钟 大龙熟悉的剧情 在大龙处 R一死人 那现在 这个大龙就没了呀 只能放呀 猴子可以把中塔给拆一下 要去抢嘛 要抢的话 对他来说难度点太大了 勇双凯 库尔宝也七匹 要硬来一下 MISY是人帮了 就上去太阳草丛 三年 三十九去找人了 对面是用卡丽斯塔的 勇双要去抢了 来了假设下来 才能抢到了 而且这个大门 有效果还可以 这边这边的 后部已经裁决了 往上面走 库尔宝直接敲一个 挑战拿下颅外把捡 啊 库尔宝一个人打三个 打不过 神门回了以后 选择被Q剑挂到 尔宝接一波 直接踢次 爱怪红白刀 踢到卡丽威的脸上 卡丽威也走不了 这都能给小乐岩抢到吗 RA的就是主啊 这可是卡丽斯塔加盲森啊 双斩杀带成剑 结果忽然还有两百多血 诶 乐岩一看 没人 那我就笑纳了呀 这条龙 而且这一波 打完之后 中路连可以推着两个塔 我这下 这波打完 R一下就好起来了 直接盘火 看一下RA能用这个 他现在已经有四千多的power play了 他拿下来之后 还打了一个小团灭出来 嗯 在此前RA的power play 大龙power play 其实一直都是很低的 哎呦 乐岩这波真的是变成光了呀 奥特曼拯救RA 来一千九 来看一下 同一 拔完之后还有两百多血 没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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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毛一直在手上 我看了没有拔 这属于是一毛不拔了 主要是 所以我在想就是双斩杀呀 加惩戒 被抢龙了 那肯定是有一环出问题了 对 那卡内贝肯定也要说啊 我是没问题的 对啊 就是王森这种时候就是两千选 比如什么Q乘Q 然后卡丽萨八个毛 呃 蹲块宝吗 蹲到 已经打出了一个Q 嗯 把跳战打出来了 现在认为RA有63.9的胜率 64 小龙40秒 这波又哭乐岩 乐岩他是有一个假身的 因为他有一个水晶鞋解得很快 是的 但这波迷信是有闪现在手上的 我觉得RA他有两条 呃 远家的小点子 大招来了 王谢过来的小雷已经被找到了 但是侧翼 激动的够牌被留住了 卡纳被的勾部都倒了 这波远家找就会找得非常好 Q5也很肉 一个大招先把人给炸开 反击波上来 蜜贼选择卖掉了自己 把队友车队交了个闪现 但是吃了个罪名 预言家来了 爱波还吃下了这个人头 我哟 5000多的powerplay啊 这个大龙buff 直接给他们把经济 从负1000多过来抬了 他说挣4000 是 这路还可以再压进一波 这个小龙刷新了以后 可以让阔宝一个人去打 Strive在找369 但是这个太肉了 这九筒打不死 我的天 这 RA最终还是在大龙buff处 做出了一波正确的决策 而且这个决策也不是说 是由什么团队运营来的 就是乐远抢下来的 单纯的抢下来了 对 他单纯的抢 单纯的就是抢 当然这个经济来说的话 京东依然有得打 只不RA现在已经缓了一口气 i-boy装备越来越好 这波冤家的招呼很关键啊 冤家 时间来 正面小乐也虽然被开到了 但是冤家这波把两个人都留下来了 然后在后面忽然发现 正面已经打不过了 嗯 369大招解围 但是Cube是没有吃到这个大招的 留下Missing 而且Cube这把第二件是出的冰心 其实它很肉 加上现在补国抗的话 右边这个双AP英雄 其实打前排是属于很慢的那种英雄 再往下拖过去的话 有可能块宝正面会成为一个 成为一个处理不了的存在 男爵 你看这一套上去就 伤害频频 男爵是6000多 给大家可负一个小知识 就是联盟里面 其实男爵拿东西拿的最多的是 AL AL就是很明显的 一波拿到的发大财的那种 又在蹲 又在蹲 Cube到了 又是点了 小秒 但是小龙也有水一斜了 奇怪你打得很好 打断了一下 原家选择往 队友身边先靠一下 先撤 估计就上了 但京东容输率有点高 说实话 因为他这个missing 出去Q有加大招 后面还后不可以收回来 魅惑 这边又是魅惑到一个假身 乐言成了全场京东的焦点 他的猴还笑了一笑 每波都想找这个猴 现在对于RA来说就是单代 两个人都可以去单代 现在这单代 妖姬是肯定不好抓的 妖姬比较灵活 那另一边 甲克斯的话是杀不了主要 甲克斯下一剑 以魔刀一做出来 前排谁都打不动了 他甚至可以再补个自然之力 确实 右边AP伤害挺多的 对 然后AD伤害刚好是个卡雷斯塔 没有特别疼 另一个还是盲僧 对 Missian 又想找机会 他要找谁呢 QQ到了 但是他没有大招 回头又抬了一下 本场的赛场执行预测 是给到了Q以及iBoy 当然数据方面 他们都很好看 但是本场比赛 目前为止RA最大的攻击 绝对是乐言 那个龙抢的太短关键了 Q现在出了一个隐魔刀 大隐魔刀套在身上 京东的团战胜率越来越低了 一片黑 乐言就往前走啊 你要是控我 我只有水晶鞋 剪完之后我就往后撤 是有假猴啊 虽然我要都磕上了 但京东确实视野还是做得好 所以导致RA有点不敢出来 确实京东开团又厉害 哇 这波iBoy 他已经做到无尽 三件套 Hope虽然也有一个三件套 但是两边AD的伤害 现在不在一个两级 而且右边这个三件套 没错 这个贵 对 这个是豪华三件 都三千好几的装备 下一波龙团 京东的生死团了 小龙团打赢 还有的打 小龙团打输 那RA就是拿龙魂了 哎 等一下Q不 还有一点点危险 原下先开启了一个皇冠 但这里Q不又被顶了一下 不过没关系 他自己只是开了一个大招 而一旁边 乐言有机会出来 但是京东人已经往前压了 乐言来了 这个位置摸黑过来 闪现想开 先轻一脚 京东 Strive Strive上来Poke的 大刀天空先转两个人 机会已经撒空掉了 但是反击波报 结尾没有一道态度的 全场飞转过来 二转的大刀天空转捡三个人 Q不还没死 Missing Q了上去 艾波将冲自己的进化 反手狂风 接一把平衣 350机的暴击 拿下一个人头 一个台 没有台转 直接死在了空中 Strive再来一个Q 今天Poke一下 雅高选择 交闪现 交大刀上去 想换子Strive 先杀掉 吃了一个罪名的金库 但是艾波已经A不到任何人了 这边战场的话 打得非常的惨烈 一波三换三 三换三 两边技能几乎全部都焦光 但是下一波 两边辅助都还有闪现 就跟下一波两边 哪一个辅助看得更好了 我这一局 刚才这波团战 其实京东已经打到极限了 九桶的一闪 然后再包括各种各样的控制 拉满了已经 两边都拉满了 这波团 来回顾一下这波团战 细评一下 还好Strive是有个秒表 他要是没有秒表 上来踩完之后 被踢强项 又可能直接死了 是 秒表拖时间 原家过来魅惑 魅惑了很多个 然后九桶过来一闪 三个 这波反击风暴 也被Pokelo顶住了 Pokelo是让军跳后排的 但是这个魅惑 因为没有魅惑到iBoy iBoy依然有很好的输出环境 最后牙膏想了一想 找个好杀一点 QA 450拿到 现在经济依然持平 但是现在我们注意一下 Strive 他的秒表已经没有了 又是小乐岩 又是小乐岩 但这次输出不在身边 跳上去接到了 又是你 乐岩的走 但是这里又被空到了 机会来 一个天一波 乐岩应该是走不掉了 旁边还要找机会吗 牙膏 还有两段大招 炸回来炸到了一个Q 可不不他能走 把他跳了一些眼 他可以走 冤家闪见 累祸 累祸到了一个 祸祸祸的精神 iBoy还在输出位置 其实很好机会 已经被挡了下来 369个人抵在前面 但iBoy伤害有点太高了 想起iBoy iBoy一直在输出 摸不着人交入 秒秒 这个秒秒非常的要命 还没有死 卡丹梅想硬坏 自己的伤害能够吗 没有能量放技能了 这一波iBoy伤害拉满了 一直都没有死掉 京东的所有激活目标 都放在他一个人身上 但是没有办法突破这道螃蟹 那这样一来的话 京东输掉这波团战 RA可以成功拿到龙魂 龙魂拿到手 对面复活时间 还有非常久 现在大龙也可以拿 我其实我感觉啊 这一波把乐颜杀完 其实可以不开第二个 这样就可以拿小龙了 但是京东上头了 因为Mission大招已经用过了 而且卡纳的大也没了 369把人炸回来 但是这边可以跳啊 这边是感刺 而旁边预言家 这里开得太好了 国赵后 然后正面都想去冲 Iboy 所有人都来 Iboy就是冲不死 是 因为赢雪片一直在回 一直在回 雪亮一直在往下跳 但是刚好 这个反体风暴又晕到了 而且原地 Iboy又开了一个精神 现在大龙并没有拿下来 但是对于京东来说 机会越来越渺茫 因为后部现在是没有什么穿甲装备的 而现在赢了团战之后 Iboy已经拿到了自己的复活甲 现在对于京东来说 他们要杀小乐颜 感觉付出的东西有点太多了 对 对吧 就是两个大招 而且阿木某的大招也用出去的话 对于他们来说 后续再起集团 其实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因为左边其实C位都挺强的 现在武器 妖姬 恶菲流斯都有出处 四连下又成成诱饵 对 小恋下现在就是去吃伤害的 团战还不好说啊 因为毕竟京东这个阵容容错率是比较高的 如果能够秒掉恶菲流斯的话 这边好像有机会 这波中期运营还算是做得比较好 但是现在对京东来说 他的伤害已经有一点点满满不足了 除非说狐狸在掏完饮宴之后 再把帽子掏出来 那还有一点 而卡丽萨对英雄现在非常的乏力 打不动前排 卡丽萨现在是没有穿甲装的 乐宝又来了 再绕再绕 这波踩着自家的睁眼过来 京东的所有人在往下半区去靠 很小心 团战来说的话 京东有胜算 但不是特别高 得看大几个 像这样一只大乐园一个是不行的 是绝对打不过的 乐园现在真的纯纯诱饵 动龙吗 想把人逼过来 虽然在旁边找破个机会 除了被魅惑到了 这波预言家过来一起进 但是被晕住 而且艾伯的输入位置很好 直接狂风贴脸了 没有人能管到艾伯 在路上大招你开过了 小乐一个二招大招又卷起了两个人 这边这样的话只要艾伯也不到 对于阿联说团战是完全那个胜利的 叠满了飞轮的身上 迷兴也走不了这个位置 A一发可能就直接可以秒杀 但是飞轮快消失了 在等W6的技能cd 直接拿下人头 中路有人在断线 现在看来一群的戒 再戒30秒 大龙给你 但是一波现在是不太可能的 一波没兵线 对 现在在戒 看来为升级刷刷野 看什么时候能把自己的波甲给掏出来 对于京东 现在的京东来说 能制胜的方法现在只有一条鱼 就是拖 拖过这三分钟去决胜远古龙团 虽然打完肯定打过 但是如果有远古龙霸过 伤害就能够得出 对 而对于RI来说 现在只要稳步运营 拿下大龙霸过 让贾克斯去单单 去破两路高地 来看下这波团战 九筒一个人 顶上单和AD 请货夜宁撒下来 这边九筒炸一下 但是他没有炸到 还会往回走位了 他如果把人炸回来的话 第一时间i波也没有能够输出 说不定正面还有机会可以多活几个 对 轻松拿下阿姆姆人头 经济差距越来越大 带着大龙BUFF的RA 可以让贾克斯一个人去带线 然后其他几个人压中路高地 贾克斯下波可以直接进去卖的 现在他心里已经有复活甲了 而且他确实够肉这套装备 现在京东这里有几个关键人 要不要掏出来了 中单已经有引验 达野已经有复活甲 但是现在AD还是 AD没有复活甲 而且最重要的不是复活甲 是大清语 是没伤害 对 后不回家也没有 守护天使 守护天使现在有了 戴个真眼 没啥问题 京东就是能放则放 反正就是放完 袁古龙决战 就只能决战袁古龙 对京东来说 但是我觉得RA现在 打到后期 他应该非常明白 现在怎么赢 就是带兵线 然后进野区 待会两拨兵线带过去 野区直接不满视野 袁古龙可以RUN 对 那感觉要一波结束啊 两个复活甲起来 KORBO在这里压起一身 先找一个卡丽斯塔卡纳韦 这往全水走插一下 A5一发 533的暴击 拿下TRIBLE Q的iBoy 这把12杀结束了比赛 恭喜RA搬回一局 恭喜RA 其实强如京东 也无法逃破在LPL 红色换的魔咒啊 是的 这一局又有猴子 然后再包括 有恶菲流斯之类的英雄 确实后期开车能力太强了 这把iBoy打到后面输出 真的是究极拉满 现在学区的是 陆人